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 老師好 他們沒有理你們耶 真的耶 真的耶 那些門都這樣好 都這樣... 我是校光 我還沒跳 什麼 我還不敢 今天麻辣先去這個戲 到康熙來開同學會 歡迎各位老師 歡迎 各位同學今天來 他們要講一些 他們的老師卸足當時的事情 然後很令人意外 就是大家講的事情 完全全部都一樣 然後只有謝祖武本人講的事情 完全不一樣 所以再來就是 他應該比較官方吧 他講得很官方 就是什麼孜孜不倦的 教導我們演戲啊什麼 其實沒有 哪有 然後我覺得最怪的是 前爸好像置身事外喔 因為前爸講的事情 也都跟你們不一樣 前爸說謝祖武在過年的時候 會送禮盒去他們家 給他拜年 那是長輩啊 真的 真的 香腸禮盒 素修 前爸有暗示說 是因為他們住得近 所以謝祖武順便送一下 因為前爸有說 覺得謝祖武在片場 是一個很冷漠的人是不是 不只有前爸這樣講 大家都說他很冷漠 他是這樣的啊 他其實也還好啦 從開始...從開始拍這個戲 我們便當沒有在一起吃過 我跟孩子們都會一起喔 對啊 但是我們美麗的 謝祖武不跟你們一起吃飯嗎 你不懂嗎 那他去哪裡吃 他也會跟我們聚在一起吃飯 但是他還是會在那個空間裡面吃飯 對啊 然後他會在我們說 他會一個人到角落去 他會在我們吃飯的時候 拿著便當一直來鬧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會夾我們的菜 對 不是都一樣嗎 便當 謝祖武會對新進女演員很照顧 然後會開車 會開車載他們回去的時候 對 太敢講了 你現在是因為沒有在六千五的 對 太敢講了 誰 因為五個是大前輩啦 就是他會很... 他會教導我們就是什麼 你好官方喔 他也沒有載過樓啊 我們都是新進耶 對啊 我是因為每個階段 都是新進啊 所以你載過誰 他 我有載過你啊 回武林街 你載過五樓 你為什麼...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 你為什麼要載我 因為妳的攝影師男朋友 不理妳 他叫陳... 我 第三個字我就真的忘了 我好好講 大家好好講 妳都快哭了 你為什麼記得 我住武林街五樓 因為他要去我們家打麻將 我一個花樣年華少女 我自己租房子在外面 我還把我家... 我根本沒有牌桌 沒有麻將這種 他就從家裡帶來 然後把我們家當妖兵 先冷靜一下 因為我懷疑你們今天講的那些事情 謝祖武會不會願意講到 他應該沒問題了 應該OK啦 他可以講嗎 他可以 他這個人很耐心耶 可是他知道今天要做這一集 他就應該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對 為什麼 都已經講成這樣了 好 大家沒什麼意思 讓我講了 不是 因為我們的那個手稿看起來 它就是一個徹底的賭鬼耶 是 除了賭鬼之外 還有一件我覺得 比較嚴重的事情是 他帶他們去Piano Bar 沒有救了 今天你救了 我們沒有 沒有 你有去嗎 沒有 有 我有去... 你有啊 有... 然後你們說他很喜歡在Piano Bar 跟阿姨跳舞 對 他就是... 你好會爆料喔 他是老少通吃 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錢爸他都沒有帶你出去玩 謝謝... 不是 錢爸... 錢爸因為還是有年齡上的一個... 錢爸 這年紀大了 沒事 睡... 錢爸... 你幹嘛不帶錢爸出去玩 不是 因為錢爸其實他也... 就是只是外型看起來成熟 其實本身年紀也不算小 像我們有些去穿比較高油 高鹽 高膽固醇 真的 因為這個角色很重要 麻辣仙斯應該算是 第一部台灣的偶像劇嗎 對 所以當時拍的人 製片的人製造自己 就是在拍偶像劇是不是 那時候不知道 演員訓練班 其實他有點像年輕人的連續劇 是不是 對... 那他是每日播 沒有 每個禮拜 周播 對 周播 然後一共從2000年開始 播了三年對不對 播三年 但之後重播了大概有十年之久 所以前後加起來 大概至少有13到15年 等於一支有年輕的學生觀眾 加入看你們的戲 對 所以他們一直以為這是新作的戲嗎 而且真的有小朋友 就是從國小一年級到看到 後來重播 已經大概已經高中了 那就是我啦 真的嗎 對啊 所以如果麻辣仙師 現在辦粉絲見面會的話 可能來的人有些是有小孩的 有 也許喔 也許 可是也有一些 還是可能中學生計 對 或是國小生 因為一直在重播 現在還在重播 好像 但是老師都是這幾位嗎 老師基本上 除了至聖仙師 有人比較大排 人在大陸 他不太願意回來接 也是兩年前的戲以外 幾乎老師像我啊 葉明志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 妳剛剛講的是謝祖舞嗎 我有說嗎 我沒有說耶 所以他後來已經不願意在演這個戲 沒有啦 因為剛好黨籍也瞧不龍 可是沒有你這部戲就不成立啦 真的嗎 你亂講 亂講錢包 錢包 錢包 我跟妳講啊 今天真的是個百善孝維新的好運 一個公司啊 柯姐 就是柯島的姐姐 柯姐 為了等她喔 大概停了好久 一直跟我講要來了 錢包要來了 一直在等她 而且都等到我懷孕了耶 對啊 我小孩都生了你知道嗎 而且這小子在拿糖喔 因為那是在...在對岸在紅喔 對 那時候酬勞已經不得了了 對 他這邊要的酬勞 據我了解 據我了解 先不清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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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這小子 所以他已經不想回來拍這個片酬 太低了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沒有想到... 所以他拖累了 大家都不能再演這個戲嗎 對 我一直沒有想到 主舞會這樣 那柯姐講到一半喔 柯姐講到一半很傷心 我們就在等...等謝主舞 就是不回來了 就是不回來了 這裡有微鼓力的東西 可是錢包 如果是您出面打電話給他 他會願意回來嗎 不會啊 他怎麼會買我的面子 我算什麼 我還記得我們都有打過電話給他 都有LINE給他 有沒有 真的假的 所以他願意跟你們聯絡 他會跟我們聯絡啊 真的 他有回你 他沒有回我 他沒有回啊 他怎麼回你啊 他你也會啊 他小心表現 所以你們是說這部戲本來 都還是很受歡迎 可以繼續拍 是因為謝主舞不回來拍 才導致你們這個戲結束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看害的錢包就開錢車 對啊 小S 我愛你 12太好了 我不騙你 真的 真的是因為他嘛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後來是有拍啦 但是就大概是差不多拍了一劑吧 13對不對 13集啊 13集 所以當時你們有感受到 沒有謝主舞的話 這個戲可能不太好 對啊 你就不太一樣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啊 對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換了那些孩子們也不對啊 謝主 妳今天為什麼願意回來 參加總座 今天其實來之前說啊就是 其實她都抬頭說其樂融融的 旁邊那一些很快歡樂的回憶 拿出來在前輩子 你們都覺得好歡樂喔 但是...但是我跟妳講... 昨天晚上... 昨天7點鐘打電話給我 我是在電話裡 怎麼樣跟你誇讚謝主舞的 我說謝主有禮貌 有禮貌 尊重 對 我怎麼會跟誰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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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得到一個人啊... 他看得到一個人 他看得到一個人 陳爸最近還抓白蛇呢 我說他很有... 就是他知道怎麼樣去保持這個 對尊...這個年長的那種尊重 我說每年過年 還會送香腸給我 對 而且你真的他好聰明 對 好聰明 在現場你們講 有沒有看過他拿劇本 他沒有拿過劇本 沒有拿過啊 他劇本就大概看一下三秒 然後丟掉 所以他不需要記台詞嗎 而且他不是大段的喔 他連我們的台詞他都記的 那他演的時候就即興發揮 還是真的照劇本講 真的照劇本 是一次不露的唸出來嗎 沒有到一次不露 但他其實基本上的完整表達 其實他可以拿台詞 所以你是超級會記台詞的人 怎麼會我們... 也還好... 不知道為什麼想要膽怯起來 連發言都沒有 你什麼時候看台詞 回家看啊 回家看 所以你是在笑他們說 他們幹嘛到現場才看嗎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就好像我們小學 帶便當上學一樣 你應該在家裡 把便當完整的做好了 到學校你只是去... 你只會去享受那個成果 你這話有漏洞 因為同學們說 你當時並不喜歡回家 那都是去Piano吧 沒有 家的定義 在每個年紀其實是... 應該是香港的 他不喜歡回家 對吧 他不愛回家 對 我家好遠 我家真的好遠 所以你要去找一個... 就中間還會遠到中間要找個地方 稍事休息 你會帶同學們去玩 就是因為你覺得家裡太遠 聚餐...其實不是玩 是聚餐 沒有啦 就是玩牌啊 聚餐 你家裡遠 他講我怎麼辦 對... 請問四位同學 你們跟謝祖武在現場打撲克拍 打到拍片的片酬 真的是交到他手中的舉手好嗎 我還好 你兩萬 你還敢這樣 你沒有 我沒有啦 你兩萬啊 講的是同學... 郭老師以及杜思梅和郭宇倫 對 你是全部交給他嗎 就沒有贏過啊 我之後就不打打2 你現在退出演員圈是因為... 你輸光了 手上了 之後就不會強打打打2 所以他是大老2 厲害到不可能輸 不是 因為我們... 怎麼可能有人不輸 我用亞馬遜獨鍵吹死郭宇倫 完全不輸 其實他輸的時候也會一直講 他會一直說 不錯 打得不錯 他會給你壓力 讓你...讓你會... 那我是不是要出的要小心 可是你們那時候年紀這麼小 你們應該需要那個錢吧 但是沒有辦法 要準備 但我們能說什麼 對啊 好像幫派要繳學費 而且他贏錢的時候 他後一點都沒有覺得 你們賺錢好辛苦 什麼 然後我們輸了要喊停 他不阻我們體內 對 真的 我們輸了 我們要喊停 我請問為什麼大哥... 大哥哥跟你們打撲克牌 不是 因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他應該輸贏完了就會開玩笑說 好 我才不要賺你們的錢 就把錢... 他的玩笑... 他的玩笑是另外一種 就比如說我們說我們真的 五哥 我們沒有錢可以輸 他說沒關係 有誠信可靠的大哥哥 可以貸款給你們 對 他是用這種方式來貸款 那他真的有借你們 沒有 他就叫... 還是有借一些 但是妳是說他錢 是一定要收到嗎 他錢一定要收到 他絕對不適合這樣的 因為這是賭場的一個規則 對 我們在打麻將或是打大老二 都是照崩海的規矩 對 然後是所以 為什麼我們輸錢 還是會一直去跟他玩的原因 是因為他每一次邀妳的時候 都是笑臉 對啊 我欣賞你 也是工作人員 所以你是拍戲的酬勞 收入比較多 還是靠著... 每一部戲不一樣 因為每一部戲... 你現在去拍古裝戲 你這樣對別人 沒有 其實... 其實我可以了解他們心裡的俠馬 因為當時大家第一次合作 難免會有些誤解 你知道嗎 哪是誤解 第一次合作 你就對人家嚇這種手喔 好啦 那你玩大老二是不是真的 我當然是真的 而且我... 我蠻喜歡玩那個... 你不是出老千 他不是 那你是排技好嗎 他真的很聰明啊 我會一個人在家裡面發... 就是... 就一個人獨自發這樣幾份 然後試著去一個人 完成獨立的排隊 所以你看我們多可憐啊 不是 這剛剛不是說要看劇本嗎 看劇本之後 這兩件是幾個 一個就看劇本 你在家裡一個人練撲克牌 我喜歡去寄東西 你給我什麼東西都會去寄 你給我什麼東西我都會去寄 你覺得我們如果在黑板上 寫了30樣東西的順序 然後把黑板擦掉 你也能夠講出來的那種 你這個... 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那麼強 麻煩你參加乃哥節目 我們圈子裡有兩個人 有兩位演員 是對錢很會存錢的 OK 那有一個演員存錢呢 但是他不聰明 因為他會投資 所以他就... 就是... 賠...賠掉了 那另外一個演員呢 就是坐在我左手的這位 他不投任何的資 他就是猛存 存完了還去賭 賭還是贏自己晚輩人的錢 對 善於存錢 你也是被扣片酬的那種嗎 我沒有到扣片酬 就是直接就是你現金... 現金一定要代購 還沒發片酬錢 你就要先交給他了 哪有人帶現金去拍片的 沒有 他都會叫人家去領啊 所以你不能領啊 我有助理 我開車 我開車就叫人家三下去 我有需要再扮三腰啊 所以你們到底有沒有人 因為這部戲賺到錢 應該是沒有啦 沒有吧 你們為什麼不好好演戲啊 我們有啊 我可以想啊 而且你要想喔 他在片場找我們玩大老二 收工之後 他還會約我們打麻將 我們那時候20出頭歲 你知道他常常打多大嗎 300 100 見花見字 這樣子輸贏可以到多少錢 然後分數會說他忘記 他有一次跟胡凱欣 就到我那時候住的地方 去打麻將 你們兩個是一咖嘛 對 他們兩個那一天就輸了兩萬 對 而且那時候我們還不懂 什麼叫打麻將 就是懵懵懂懂知道這些事情 那你真的甚至不用了 那次沒有我... 那次真的沒有我 不能把事情... 那次真的沒有我... 我們在你家是不是跟葉明志 跟你 還有... 不是灰瓶就是另外一個 所以潘慧如的錢 不是輸給自己的 潘慧如跟胡凱欣兩個 合在一起的 他們合一咖... 我們合一咖 還有誰... 還有我們一個也是演員的爸爸 我們同一部戲演員的爸爸 真的嗎 對 有他 他們演你 真實的爸爸嗎 真實的爸爸 那個演員挺紅的呢 演員的爸爸 為什麼要加入你們台劇 演員的爸爸跟他很好 然後演員的爸爸也是 擺思不得起也都一直輸 然後演員的爸爸是輸了 有掏錢 然後開門走人的那種 就生氣 生氣 他每一次都還... 誰的爸爸啦 是霍 霍建華的 對 對 我想起來了 對 他有演過 謝祖武今天要講的話 全部都是稱讚他的眼光 能夠看見眾位年輕的演員的未來 他就去說霍建華會紅 然後顏承煦會紅 他就講這些耶 他都沒有提到賭牌的事情啊 就我就覺得其實拍戲 他有時候是漫長的等待 應該有的時候 適當的應該苦衷作樂 但是這個人必須要可以放下 所有的儀器 也去扮演一個小丑 他真的好大喔 捨我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 葉明智扮演這個角色 怎麼會是你呢 他真的背不下來台詞 我們要找一個... 找一個可以不耽誤專業的工作 對 自己的工作 已經差不多完成了八成了 然後用另外兩成的精力去 伺候大家 讓大家... 讓大家在喜劇範疇裡面 更三層 他是用了九成的功力這樣 我們有很久吧 妳知道 我今天有一次... 我們用父輩學習 在他這種功力 可是真的很難 你知道 我們有一次借別人的辦公室 那辦公室都會有那種 彩色的膠條 就可能曹紅色 綠色什麼 都不一樣顏色 而且不知道是哪裡的辦公室 他就動人家東西 就算了 比如說我要對戲的時候 我都看不到他 然後五四三人他才轉頭 五四三人轉頭的時候 他轉過來就是... 就是這邊是藍色的 然後這邊是綠色的 然後整個貼的臉這樣子 然後這樣跟我對戲 妳說我怎麼可能演得出來 就直接... 就大笑了 然後導演會罵 導演就罵我們了 陸小曼妳要笑 妳不要不要做演員好了 妳不要去做什麼場務還是什麼的 對 而且我們有時候 一笑會停不住 對 他沒有對你們放電嗎 不會 其實這一點他真的是 所以我就說 像什麼皮卡丘吧 我們是沒有去的 看著我的眼睛 妳說我對誰 誰啊 看著我的眼睛 那我要是誰了 我欣賞你 所以她只對其中一位女演員 有興趣 也不是其中一位 要對她的味道 就她的菜 她的菜是什麼 請問是賈小姐嗎 不是 誰 不是賈小姐嗎 不是... 那不是她的菜 完全不是 她在腳本裡面說 她有跟我們講 她最欣賞是賈小姐 妳很常常耶 神經病 神經病 太突兀了 她就故意講她 她是誰 那不是白白的對不對 誰白白的 長頭髮對不對 對 每一個都長頭髮 誰看著我的眼睛 林立菲是誰 真的 假衣服... 2 1 2 3 KIMIKO KIMIKO嗎 不是跳舞的KIMIKO 不是喔 不是 是厚騰西梅子嗎 對... 她是演校長是不是 後來演老師 那暴龍... 後來演老師 有證據 有...有證據喔 妳都拿過來了喔 小曼真好 好久以前的 大頭 我記得她 妳記得她嗎 所以她是喜歡這一型的 對 試問你們現場 有誰跟她拍過大頭貼嗎 沒有 沒有 那個是劇情裡面的大頭貼吧 我以前是妳自己拍過啊 那是妳自己投錢拍的 對 那是妳自己投錢拍的 所以你們 她有答應跟你拍大頭貼的時候 就接吻嗎 接吻 沒有...我沒有跟她接吻啊 沒有嗎 那妳自己看 好 謝謝 妳看 都有啊 妳也在這邊啊 這是我們去拍戲的時候吧 是不是在一個電影院旁邊那個 拍貼店那邊對不對 這同事之間請一聲大驚小怪 可是以妳的資歷跟備份 妳從來不會跟我們拍大頭貼 這種事啊 對啊 而且妳都沒有跟我們拍過耶 我長得跟她什麼 那麼類似 而且我覺得我不可能 我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妳說妳在準備劇本的時候 她會過來跟妳聊天 那妳會跟她說 對不起 我現在要廢劇本 我沒有空跟妳聊天嗎 我不敢耶 因為那時候我以為演藝圈是進來 因為我是第一次進來嘛 所以我以為都是長...都是這樣子 所以前輩說的都對啦 所以就會... 她要幹嘛就要陪著她幹嘛 那如果一直跟妳聊天 妳等一下上去 講不出台詞還怎麼辦 所以我就一直... 我會安慰她 讓她放輕鬆 再來一次 什麼東西 她常常都長得更安慮 所以你在長大之後 你回想那一切 你會覺得她在陷害你是不是 不會啦 後來我覺得 她讓我變得更自然一點 會讓我消除那個緊張感 因為拍戲有時候就會比較緊張 她有沒有跟妳說 妳台詞應該昨天在家裡就背好 不會 她不會跟妳講工作上的事 她完全不提 她都講私事的 就是她自己私人 比方說今天去哪兒玩啊 或者是下... 下了班要去哪裡啊 要去哪裡這樣 今天要約誰啊 對 或去哪兒吃飯啊 我是比較喜歡熱鬧 喜歡受功效去玩的 她當時是有開一個店 可以讓大家去... 對... 那時候有開燒烤店 她就會請我們去那家店吃飯 對 燒烤店 所以去那個店吃飯 是不用付錢的吧 當然...她... 這方面她非常大方 所以還不錯 就是她賺你們現金 給我給你們吃的 是不是 好久的天啊 對 其實我們都賭支 都是在她那裡 其實她贏了錢之後 她也就是帶我們出去吃 這家店裡面都是股東 真的 對 沒關係 燒烤店跟那個樸素的Piano Bar 是兩回事是不是 兩回事 她大概就是一次會跟二次會 就是第一撒先去燒烤 然後完了之後就帶去她 OK 錢爸當時是演這所學好的校宮 校宮 當時是神秘的人物 出現了神出鬼陌生 對 講起來我的戲比較少 那他們都是論集算 那我是論天算 所以我論天算 你不要挖 好貴 我怎麼樣一集 他一定一天把我要拍完 這樣他才挖得來 而且我那個論天算很可憐喔 本來是這個數目 那柯傑有一次把我找去 說錢爸 那個戲好 現在開銷太大 我說為什麼 他因為那個蟹竹舞 他那抽牢又長 所以錢爸 你這邊能不能再扣一點 他賺的錢是從裡面扣過來的 對啊 他就是挖你的肉去補他自己 對啊 香腸也是這麼小 你那麼資深耶 那樣不能這樣講 人家還是很... 錢爸 你那個香腸 香腸可能是過期的香腸 有沒有...香腸真的 錢他們校服角色招撤腳 全是謝祖的計謀 你有權利參與面試 新的女學生嗎 有 她做製作人就要面試 做製作人之後 她做女學生跟... 都是要自己清點的 原來我後面沒有演的關係 是因為她當製作人 因為妳弄天氣醜 她不高興這件事啊 謝謝妳很狠 不用小腸 小腸拿出來 我不知道 你有權利參與面試 新的女學生嗎 有 妳看著我的眼睛 妳看著我眼睛 我真的... 都是妳決定的 沒有 那時候那個 誰在拍的時候跟我... 早期沒有 早期沒有 另外一家製作單位在拍的時候 跟我沒有關係 她做製作人就要面試 做製作人之後 有 這些女學生都... 都是她自己清點的 對啊... 原來我後面沒有演的關係 是因為她當製作人 因為妳認天氣醜 她是高興這件事啊 謝謝妳好狠 不用小腸 我直接把我的小腸拿出來 所以前八後來沒有妳的戲了 對 就沒有啦 所以妳們有分第幾代... 我們合作過嗎 有...有合作過 所以妳們是第一代的 所以我知道 我還記得 還是我不記得 我是第二代 我是第三代 然後她是原代 都是每一塊所有代 所以如果妳是第三代 就代表妳是她清點進來的 沒有 不是 還不是 還沒有後面還在他們後面 對 因為學生其實換來換去 換滿多代的 就那一代其實這次 沒有來到貴節目當中 所以杜師妹為什麼 可以跨那麼多代 因為她可能輸的錢比較多吧 沒有...她算是... 那個...小曼算是靈活人物 真的 真的算靈活人物 而且我還跟妳講 妳現在的感覺 比以前漂亮太多 比以前成熟太多 她有個毛病 就是喜歡遲到 我覺得我要講 我要講...我真的要講 他們是醜話說在後頭 我們早上大概是... 我們早上大概是八點半的... 我要講 八點半的班 這小傢伙 一遲到會遲到 40分鐘到50分鐘 太久了 太遠了 微龍耶 那別人都準遲到啊 我住新店耶 假的 你不要把他因為談戀愛 事情遲到講出來嘛 到現場喔 你是因為談戀愛遲到的啊 沒有...她沒有 到現場我真的要罵她了喔 她真的有一天把她罵哭了 那個鬧鐘一插十分鐘就插到 所以妳談戀愛的事 是謝祖武一直都知道的是不是 全組都知道 全組嗎 她吃窩 今天大家要這樣相處是 來 借看一下有什麼正義的 其實還好啦... 你看你們大部分都是你自己吧 親愛的 也不是吧 所以她的草是說 也吃到演員那邊嗎 沒有 都是工作人員 對 當然現場除了演員 就是工作人員 不可能還有別的什麼公務員 什麼的 而且她對於就是年輕俊美 會唱那種饒舌的工作人員 特別的感情 對 饒舌 我們都有這樣工作人員嗎 櫻浪太強 轉到地上櫻浪太強 有這個嗎 有...她特別喜歡 她特別偏好年輕的工作人員 就是也是剛入行的 然後一身結實的肌肉 然後茫然的眼神 沒有關係 不知所措的方向感 她就過去怎麼了 真的 真的 怎麼了 什麼 你就承認怎麼樣 對 杜師妹 你是把片場 當成心理交際的地方是不是 也不是這樣講 就是大家都有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就是... 你有沒有幫忙過前爸 有 一定有 前爸一定有 有沒有 有啊 因為我們那個出校門是下坡啊 他會扶著我啊 你看... 三年多就交了幾個工作人員 屁啦 四個 哪有 那妳說幾個 兩顆不是嗎 對 她自己說的 妳看... 沒有 她在幹嘛 請問妳交往的工作人員是... 她自己說兩個 是可以把妳拍漂亮的那種 還是... 對...其中一個 有一個是愛他愛到 拍他把他拍漂亮是不是 不是...也不是這樣講 有一個就是可以把演員拍到 一個是這樣子嗎 一個是這樣子... 是不是 其實她的感情線我也都滿了解的啊 要講大家來講喔 好好喔 她當時拍戲的過程中 還沒有固定的交往對象 當時... 她有階段性的 她其實拍到中段的時候 就開始有固定的交往對象 不是劇中的 不是劇中的 然後也是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 你說這部戲的工作人員嗎 但是大家可能在現場沒有遇到 還是演員 工作人員... 現場不遇到那是編劇囉 現場沒遇到 我們有那個... 我們有製作公司 你說是柯姐的製作公司 不是...是河宅那邊 河宅 河宅 怎麼會被妳發現的 有...有浮... 有浮出來 有浮 怎麼被發現的呢 浮... 她到最後只包不住火的時候 她就讓我們就浮上來了 齒包不住火 怎麼可能 妳說的好像是我外遇生子一樣 齒包不住火 後來是她太太嗎 對 後來是她太太 所以妳是因為演這個戲 而跟妳太太交往嗎 太太的確是業務公司 就是... 電視的廣告業務 是沒錯 電視廣告業務 但是因為她業績一直... 普通 但她腿很長 對 她喜歡長腿的 她那時候有沒有 因為跟妳交往 覺得她的工作生涯 她可能會有很大的起色 她其實... 她的整個EQ跟IQ 不會到那個階段 她只是覺得跟一個演員 從朋友到男女朋友來講 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情 她們家長輩 第一次知道我這個人 問的不是我的年紀 我的收入 大家都會想說 因為很現實 她一年一個月收入多少錢 不是 對方是問說 她應該結過婚吧 妳要不要再去查查看 她會不會騙妳 所以她們會覺得 是不是演藝圈男生 跟某些程度跟那種... 你們太會演 所以... 對 她們其實會很在意這個 我以為是花心的 那你有花很大力 去說服對方的家人說 你是認真的嗎 沒有 我就是很誠懇的 穿著很整齊的衣服 南下 對 在入手底下 請她把冷氣關掉 不要浪費電 然後任由汗水 給在我的臉頰上流 這樣就成功了嗎 你不敢說完全成功 但是已經滿接近目的 所以家長會覺得 你不是一個浮華的人 事實上也不是... 事實上也不是 那她父母知道 你很愛賭的是嗎 其實她的父母親 到這一刻錄影的時候 應該都還不... 你沒有跟 岳父岳母打麻將嗎 有...過年過節 都會跟長輩一起打 你敢贏嗎 你敢像贏我們這樣 贏人家嗎 其實好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多年前 拍戲的事情都會 一點一夜淡忘掉 我這麼不想 可是你跟岳父岳母打牌 是要輸吧 我會習慣性 其實跟誰都一樣 我都是抱著一個交... 就是友好的心態 對... 那有時候我本相信向明月 那有些人就... 不知感 對... 你知道... 她每當她的那個... 她就成功轉移了 她的那個感情的... 不是...她每當 她跟我們玩牌的時候 只要有複數出現的時候 那個整個周圍 那個低氣壓... 妳說她輸牌的時候 她只要輸牌... 她臉很臉 臉很臉很臭 那我不是擔議那個錢 她真的不是擔議那個錢 但她就是不喜歡輸的感覺 她不喜歡輸給我們這些笨蛋 她就這樣 她的收穿了這個事 然後她如果感覺到要輸的時候 她會干擾你們出牌嗎 會... 她會講一些酸話 什麼酸話 對 玩得不錯喔 玩得還滿好的喔 很好嘛 而且沒有帶笑容 對啊 第一次覺得贏錢很難過 對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所以她在那個... 真的 她在你們心裡 我現在留下了成長期的陰影耶 對啊 真的 後來我就不再讀過 對啊 不再讀過 我現在都還記得這些事情 我什麼都忘了 這更忘不得了 說完大老二都玩彈兒頭的那種 不要玩現金喔 不完全... 沒有 這幾年都在... 都大部分都是比較關心 孩子的學業啦 尤其他最近數學 一直沒有什麼起司喔 這幾年其實不太會去... 現在是假編劇吧 書學沒有起司 在這幫你記帳的時候 沒有記帳 還說... 老報的名字 不給他十萬塊 你為什麼寫五萬 可是這個蠢兒子 所以還是會約一些朋友去打 還是會約一些朋友去打 不過就是只是消遣而已 你為什麼這麼執迷不務大老二啊 我對於其他的其實 並不是特別感興趣 請問這個戲 是你們大家的第一個戲 是第一個 所以學演戲這件事情 是從這個戲開始 那謝祖武不教你們怎麼演嗎 他其實不會教 可是其實我們在現場 如果我們真的觀察力好的話 是可以從他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像五哥講的他會 就是現場臨時丟一些話 跟一些動作給我們 如果我們接得到 這是我們的 那不是很緊張嗎 他沒有照劇本來嗎 所以我們會有某些演員 是接不到那就是NG的 你們講台詞 我想起一件事情 就是在那個學校大樓的 我們那邊不是有什麼 有一些大石頭啊對不對 對 我們會在那邊吃流片 我們兩個的戲啊 然後他在那邊啊 然後我好像 我就沒有記得那個台詞啊 好幾遍啊 然後正在...再重來的時候 我們謝哥就說了 時間啊 也都是時間很寶貴 年紀大了嘛 就... 何必呢 就講 何必呢 我突然想起來了 好傷人喔 然後有一次他那個 小鳥籠沒有拉好 然後我就說 柔啊 你沒有拉好 我怕什麼 我這小鳥飛出去 終於你那老鳥飛出去 沒有 我突然想起來了 他這張有禮貌啊 真的耶 他真的超沒禮貌的啊 不是 他講的是實話 我就沒有話講 他就是這樣直接就錄在戲裡面 可能我們就播出 這可能有一些不是腳本 但是觀眾看就會覺得很好笑 謝主 當心受威脅 學生們當場遭推薦迷婚 他也會交後會 但是他是看人交的 你很怕被他們威脅到 沒有...一點都... 有... 有... 我那時候都會覺得 我的媽媽先生應該是 年輕小生的末端 因為他們已經完全出現了 他們大概就平均是 20到25歲多 那我怎麼辦 那錢放斷了啦 來...先休息一下吧 先動 所以他除了自己很會背詞之外 他是很喜歡欺負背不起來的人 對 他會捉弄啊 他真的會捉弄 所以你為什麼不幫助大家呢 方式不一樣 因為你們要攻擊錢爸說老了何必 我真的沒有攻... 男子漢不會欺負老人家的 他那時候其實很年輕的 其實看不出來 我下個月辦60大的時候大家... 沒有 因為我跟錢爸 合作的時間滿長 一分之後在友台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合作到現在 OK 我相信他其實是一直滿疼我的 因為那時候我到現在 一直也是幼稚 一個小孩子嘛 那有時候就... 沒有 因為大家比較熟啦 就真性情的男生 他是真的很真性情 然後他也會教後輩 但是他是看人教 比如說是他喜歡的菜去問他 他就會孜孜不倦的 這個怎麼樣 什麼... 那如果是他不喜歡的或是是男性 問他說 五哥 請問這個我想要這樣怎麼演什麼的 他就回他說 他那麼多 對 你好像說他是非常... 對不對 這絕對的嘛 所以... 因為你們那個... 你們戲有很多 後來很紅的男演員啊 有 所以那些人他都不教 不會 那都是他對手 對 他會有那種孝勁的意味 所以說像霍建華 顏承旭這些 都是他把他當成假想敵 所以都假柔 一定都假想敵 沒有假想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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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帥的年輕男學生 進來你是... 我跟他們相處得都很好 真的 這樣看起來 你以為怕被他們威脅到 對 沒有...我一點都... 有... 沒有 因為大家不一樣 他們是很年輕的學生 我是一個年長的老師 所以說是各司其職 你看到誰的時候 你有真的覺得說 跟他同台 我會有點擔心 燕明志 少男演 我說的不是那種擔心 我這個是說... 原來講 他們所有男演員 我都會擔心 對 因為從他們身上我看到的是 我逝去的歲月跟青春 而且我那時候就會覺得... 我那時候就會覺得 我的麻辣先生應該是就是說 年輕小生的末端了 就年輕小生末端 因為他們已經完全出現了 他們大概都平均 都是20到25歲中的 那我怎麼辦 錢包斷了啦 你就不要跟他祭秀了啦 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吧 就吹劍打錢包了 麻醉啊 這行啦 好 這個戲其實等於是很多人 被記得的最重要的角色 你很久都擺脫不掉這個角色 我一直被萬人美這三個字附身 甚至現在走在路上 很多人還是叫你萬老師 對啊 你拍過其他的戲也沒用 主持過其他節目也沒用 當購物專家也沒用 他就叫你萬老師 然後陸小曼很嚴重嘛 對不對 對 我現在已經勾了一個 小曼這樣的一個綽號 你覺得是不好嗎 這樣子 其實也不好 我也不會 只是我有一次在很早期 剛開始陸小曼很紅的時候 然後我出一個外景 然後有算名... 就是算姓名學老師 我就問他說 那要不要乾脆我把那個藝名 改成陸小曼好了 就拋棄掉我的本名 然後他就算 然後他就說陸兄 小兄 慢兄 陸小曼 大兄 那沒關係... 對 那是一種讚美耶 大兄 他應該很開心吧 你 不過看他們那個演員名單 真的很嚇人耶 就是潘瑋伯言 陳旭 藍正龍 羅志祥也有客串 有 請問你有跟演員一起開車 有跟台風天出遊 有 跟韋伯跟善偉 因為我們三個人 你還淹水對不對 對... 你們那車是真的被淹到滅頂嗎 那很難忘的經驗 就是那時候是台風天我們收工 然後那時候韋伯跟善偉就說 要不去找... 找一些同事出來唱歌 提早什麼 台風天 提早 但是後來他們就沒有出門 都說... 後來韋伯就掃興 他們本來去幹嘛 他們很賤 我們通常都是大家一起玩在一起 他們那天呢就興致勃勃想說 因為太膩了 我們那時候都玩在一起 他們想說要去約別的妹 所以他們就瞞著我們 他們就說沒有 今天收工 大家就回家啦 沒有要幹嘛 然後他們三個偷偷摸摸 就想要去約模特兒 要去約妹 可是好死不死的那天下雨 然後那天又颱風 然後他們三個又約不到妹 然後就在大直那邊晃來晃去 結果就被... 就送...送我們回家 沒有... 就被... 這不行會直接跳得太慘了 因為那時候北投淹很大的水 結果那時候前面 那一條很長的泥水路就是直的 然後完全就是 所以已經淹上來 然後我們就看到很多車 停在那邊就閃黃燈 已經淹了 然後那時候偉婆就說要衝 要衝我家就在前面 三分鐘就到了 然後...然後善偉就說 好啊 那衝啊 結果後來就衝啊 結果衝到一半大家很開心 就... 然後那個... 就全部都淹到車子上來 那時候就整個都嚇早 因為善偉他是很愛... 很愛就是車上整理 對 他有潔癖 對 然後他就完全就... 就是不想要離開那個車子 因為他想要跟那個車子共存 因為我們那時候 這麼酷嘛 你們是在車子裡被水淹進來嗎 沒有 後來就是淹到 真的淹到這裡已經非得離開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收拾我們的戲卵 就是... 就是... 就是把東西這樣 可是那時候其實已經慢了 因為他已經都已經 整個車已經淹頂了 後來我們就在那邊輔輔城 然後結果後來... 你說車子已經在飄了嗎 車子已經飄了 那飄了才能走啊 因為上尉關門讓他走 對 他不讓我們走 對 他不讓我們走 所以你們後來就是 車子裡面游出來了嗎 是游出來了 真的假的 因為那邊離一個海軍的 就是...軍隊很近 他們就是阿兵哥就幾個接力 是用人來接我們 但是隔天其實還是要拍戲的 你們去軍營住了一天 住了一天 就是整個在那邊待了一天 那你們是搭救生艇還是什麼 他說你們一定要出去可以 他就給我們一個 很大塊的浮板 一眼一塊 就搭在上面 搭出去 然後什麼電線桿啊 什麼都在我們旁邊 然後什麼車子 其實就是浮在上面 我們就是這樣子滑出去 然後滑出去就看到 出來以後大家就... 很多人看到我們 他說你們在拍戲了 就... 但那時候因為還沒有很紅 所以就新聞沒有報紙 所以你們游了多遠才到陸地 但是至少有二、三十分鐘 他們一定都記得很清楚 有... 我剛剛認為三個人 在滑板上滑水 30分鐘左右 對 然後路人都看到 沒有 滑板上沒有路人 因為沒有人那麼傻 會三個人在那邊滑 只是滑出去 滑到岸上的時候 真的嗎 真的嗎 沒有人看到啊 真的嗎 沒有人看到啊 沒有人看到 現在主 官方說把操作裡 談到眾人微調是否 只有你演這個戲 沒有被劇中的角色框住 對 大家記得你還是記得謝祖 不是記得老師這種身分 那也是因緣機會 因為同時間你們去拍別的戲 那可能他們個人的特色 都搶過我 所以他們容易被關容 記住他戲 好會講封喔 真的嗎 我剛剛講封面 封面 封面 你如果是你看剛剛聊天 他完全不是這樣 還好跟你們講話說 他的真面目 對 大家都被騙很多年了 是 好 我們現在準備了一個麻辣 先是當初的MV 放給大家看 一早起床就開始煩惱 你們怎麼調皮開 怎麼才值得好 每個人的麻煩總是多得不得了 說說看你到底有我怎麼辦才好 掌握摩摩摩摩 不高下高輪大 掌握摩摩摩 不高下高輪大 掌握摩摩摩摩 快樂青春選元 掌握摩摩摩 我不期待時間過快一點 新潮春飛到了 下個紅的甜蜜圓 會生存甜甜 珍重初戀特別的滋味 是不是屬於年輕才相有的特權 没开始学会有太多疑难 杂证每个人生都有这么平秀课程 最新的付出才能渴到满分 请大家给我一点掌声 试诚真伟大 一起努力吧 快快乐乐唱着风光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为爱战加油 你是饒舌歌手 从这部...从这首歌开始 你唱歌还蛮有情绪的耶 也从这首歌结束了 没有出单集吗 没有... 其实这首歌是专门 就是为了这个戏去打造的 我刚刚好像没有看到前霸耶 没有 因为我那是校工嘛 他被排挤 他是暗天...暗天寄存 他另外花一天不幸耶 你应该还是常常被路人认出来 如果照这么多人看... 会 但是就是认出你的名字 就是...就铁人啊 是不是铁人 还是那个铁头 反正就是... 铁头哥 他就认得... 对 他就认得你是铁人 这样 只有你演这个戏 没有被剧中的角色框住 就是大家记得 你还是记得谢祖武 不是记得老师这种身份 那也是因缘机会 因为同时间你去拍别的戏 那可能他们个人的特色 都强过我 所以他们容易被观众记住 我会讲真的 真的 方便堂皇耶 真的是 你如果私底下跟他聊天 他完全不是这样的 真的喔 还好今天你们讲了那么多 他的真面目 不然他... 他都被骗很多年代 是 以后再找他别的剧的 同剧的人来 又会讲出很多他不堪的事情 有可能 他說人生不同嘛 所以他可能用不同的方式 现在是教大家买股票之类的 最近身材之道是什么 随着通貨膨胀去挑战 沒有啦 其实我觉得 很荣幸跟他们几位共事啦 就包括没来的那几位 共事很远 没来的就是你而不来的吗 应该不是 你们有任何人 现在还有保持联络吗 有 你们彼此有保持联络吗 因为我跟小曼... 私媒 私媒是同一家公司 然後跟慧如是有一起拍国戏 OK 那郭宇晴呢 我会跟欣慧聯絡 因為她现在大部分时间在香港嘛 因為結婚了嘛 那其实后来在小五 還沒去大陆之前 我啊 燕明芝跟他 就老屁股 大家也会吃个饭啊 什么的 所以完全不是人理前傍吗 不是啦 你看到... 等下以后多到康熙来玩 那个剧组比较没有温柔 好 这个换起大家很多回忆 谢谢你们 今天来这边开同学会 谢谢